皮皮舌頭有點黑耶 就是 為什麼舌頭會黑呢 牠舌頭 牠舌頭好長喔 那今天呢其實就是大家來 跟我們的動物做一點互動 然後以及 照顧我們的動物們 那首先我們就要先了解一下 今天的第一個 男主角 男主角進入嗎 不是今天我們第一男主角 我跟你講我不要缺分 牠真的是 史上最清界 牠敢說第一 你什麼長進入敢說第一 史上最清界 你平時是什麼啊 牠其實長進入在野外的話 牠主要會用各種食物 各種植物的樹葉為主 樹葉 對 所以我們就會在 以台灣這邊找得到的各種的 植物去做搭配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奧得到食物嗎 對 我們採收到的是 桑葉 牠是殘寶寶 牠是殘寶寶的當面耶 對 其實應該說桑葉是 牠只要吃桑葉 牠只要吃桑葉就可以長成 一隻成年的 對 所以其實桑葉裡面的營養價值 是相當高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牠要有很高的鈣 然後跟各種的文化 那我要把它引誘到這邊 這邊比較空旺 皮來 你們可以距離稍微退遠一點點 然後仔細看一下 牠吃中間的方法 我被咬了… 你會被拉上去嗎 對 皮這個 是桑葉喔 好奇我 欸牠很溫柔 牠一株一株吃耶 對耶 而且牠舌頭是生出來的 牠有牙齒嗎 牠沒有牙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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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牠有 牠基本上就是只有 下牌有牙齒 上牌是沒有的 而且我來觀察 進去觀察皮皮 皮皮 皮皮舌頭有點黑耶 就是… 皮皮 為什麼舌頭會黑呢 牠舌頭… 牠舌頭… 牠舌頭好長喔 其實應該說牠的舌頭 主要就是像手指頭的概念 因為牠以後要吃樹枝 樹枝可能長得比較高 牠就會用舌頭去勾 所以你可以看到牠的舌頭 會很靈活地一直伸出來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 就是… 夾裝自己是一棵樹的概念 然後牠就會慢慢地就是來嗑這樣子 對 要拿高一點是不是 對 在野生的環境下 其實牠們會有吃各種不一樣的 那我假裝是樹 你會靠近我嗎 的樹葉 對 牠來了 這…要當… 要當… 餵食長期如果也要夠高耶 要是孟傑來拿是不是 不行 我就被… 我就被牠舌頭… 哇… 其實牠們拉的力道還滿強大的 你力氣很大耶 那一根怎麼辦 沒關係 牠會… 妳發現牠會慢慢… 慢慢在就是旋轉牠 你不要旋轉我喔 餵食的位置 我不可以旋轉 你真的不要旋轉我 我發現牠們要撿地上 牠們是把前腿打開 牠們…對 牠們是這樣子 對 然後彎腰… 然後這樣 對… 牠是這樣子… 妳是很酷耶 沒看清楚… 沒看清楚這一次目前 這樣… 打開 然後這樣 對… 大概是這個樣子 筋還滿開的 對 你剛有看到嗎 有… 牠是一個這樣彎腰 這好可愛喔